以往攀登和欢群峰需耗时至少三天方能攻顶,随着新建中横公路而产生的便利性,如今除西峰以外的四座台湾百岳,竟然都成为国民登山路线了。 攀登和欢北峰可将车子可停在小峰口游客中心的停车场,而后备其装备在步行200公尺之登山口。 位于花莲县秀林乡与南投县仁爱乡交界处的和欢山,指的是周边七座山峰的和称,其中又以和欢主峰、和欢北峰、和欢东峰、和欢西峰及史门山列明台湾百岳,五座百岳又以海拔3422公尺的北峰为和欢群峰的最高峰。 和欢北峰登山口位于台十四甲线36.7K处,若因重庄想要少走停车场至登山口的200公尺路程,登山口对面附近有少许可停车的空间,但这就要看运气如何了。 由登山口至小溪营地约三公里的路程,沿途上下起伏走走停停,背着重庄一般大约三个小时可达。 一眼望去,整个北峰不到人宗繁蜜,若非高山林乡的特别紧致,远观与七星山的登山状态颇有相似之处。 和欢北峰大片连绵的御山矮建竹草原与春夏季接连开花的御山杜鹃、红毛杜鹃等,在夏季高温炎热的天后里,吸引无数游客到此登山,赏花间避暑,甚至让许多登山步道不时出现塞车的状况。 可见高山浇化的现象有多严重了,但亦显现民众愿意清净大自然的好现象。 登高山在矫程与劳动力上虽然颇为辛苦,但只要步上一小段坦途后,总会不经意流露出一股傲娇之气。 北峰不到沿线有许多路面都是维修人员辛苦所为,光只是自己走就以上期不接下气,可见这些木板阶梯的维护是多么的不易啊。 登山抬头往上看,听到的总是自己急促的喘息声,待转头往下观望时,山林之美的赞叹又是生生不息。 望着远处繁花似井的景象,终于能够体会玉山杜鹃、红毛杜鹃等春夏季接力开花的美景了。 行至0.9K可见下方路段众人为促又名迎宾树的玉山原博北风鸣树,此处意味前往小溪营地捷径的交错路口。 登山不比快慢,走累了就在一旁休息,望着远方蜿蜒的台14甲线形成的公路美景,享受着一步步创造出来的快感与成就。 北风步道前面1K几乎就是陡峭直上的阶梯路程,到了0.6K之后更是完全走在棱线之上。 看到前方出现大片玉山矮建筑草原了,表示阶梯状的陡坡即将结束,大家也可以松一口气了。 巨大的反射板是荷欢北风代表标志,其用途是用来反射超短波、微波等讯号。 类型人不需看指示牌,光看到后面的反射板就知道此地为何了。 看到反射板不代表痛苦已将解除,其实距离小溪营地还有近2K的路程,且不可掉以轻心。 前方大片乌云密布,似乎警示着提醒我们,不要再乱花时间随意逗留了,不赶路是不行的。 图见下面远方步道有人机,此为0.9K绕过反射板直低小溪营地的捷径,意味我们回程将要走的路线。 仿佛万里长城般连绵的北风步道,沿路挺进至最高处及围标高3422公尺的荷欢北风。 见到此三合一指标时,表示距离荷欢北风仅0.2K,一般大家会将背包置于此处而后轻装登北风, 但此时与时间赛跑的我们,决定先到小溪营地搭帐位优先要务。 朝天蓝池的方向前近约1K左右即可抵达小溪营地。 由登山口至小溪营地整个路程仅3K而已,若轻装走起来应该不会太累, 但背起重装走着高山的3K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。 走着走着终于看到远方出现人公物了,表示小溪营地就在前方的树林后面了。 河欢北风标高3422公尺,小溪营地海拔3280公尺, 故游方才三合一指式排斥营地还需下降约200公尺的高度, 上山容易下山难啊! 尤其又是重装上肩。 目标的渐渐显眼,心跳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声, 几乎已经分不清是不行喘气,还是兴奋心情所致了。 切入山凹处,眼前出现一条由后方树林缓缓流出, 水质清澈无比的溪流。 潺潺的水深外,溪盼还开着小黄花呢。 小溪营地之名即因此小溪未明。 耗费约三个小时的时间, 辛苦负重终于抵达一般民众的露营圣地, 小溪营地。 老天爷以云海翻腾的壮阔紧致为奖励, 但看起来接下来的夏季午后郑宇应该躲不掉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